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到朱元璋的愤怒还在大开他的玩笑 怒气冲头的朱元璋立刻下令将发小一拖出去斩了 发小二来找朱元璋时 朱元璋依然好酒好菜的款待 不过发小二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他完全不提朱元璋小时候的倒霉事 只说朱元璋从小就聪明 以后也一定会是一代明君 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 直接将发小二安排到了玉林君 发小二也抓住这一机会 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路高升 由此看来情商高会说话的人 真是在任何年代都更受欢迎 大家不妨以始为鉴 努力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吧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 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通房丫头即可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